好那我们就来到现在的类别分析哦 因为这个老实说这个类别分析 在原来的这个电子书的教材 它的内容非常的简单 但是用那个线性模型这条路 反而让它变得比较复杂 不过其实那个类别分析 因为这里其实主要会介绍的是卡方简定 那在类别分析的这个场域里面 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非常的简单的 就是你们可以看我那个导图影片的 那个第一的第一部分就知道 其实就只是说什么 像这个扑克牌哪一种T恤 卖的比较好 这样子这个适合度简定的问题 然后那个这个独立性问题 它这个是用一个情境喜剧的场景 就是假设现在有一个人类跟机器人 借由一个喜好测试来看说 那个人跟机器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这个测试结果就是说 这个就是像说 看这两个物种回答的倾向 回答的模式 究竟是不是相似的 那么如果说有显著的不相似 那就代表说机器人真的喜好 跟人类就是完全不一样 然后另外两个 那个废学金械的简定 跟麦内玛的简定 我自己是认为 这两个你们可以看作是 这个独立性简定的 这个特别版 他们都算是独立性简定的一种 那不过都是可以用那个线性模型 去得到一些 可以说是逼近的结果 但是跟这些方法 他们所介绍的不大一样 不过我要介绍这些方法 其实是为了更进一步 你们家里如果说有需要去往那个比较更进阶的统计 去学的话 那就值得去认识一下 就是我们在为了分析 类别资料的时候所使用的线性模型 那你们有安装这个吧 安装这个模组 那要去用那个 它的这个使用的线性模型 跟我们前面从简单线性回归 批检定 然后到那个变异数分析 所谈的线性模型 有个最大的不一样 前面谈的那个都叫做 所谓的这个模组的第一个功能 叫做一般线性模型 那在类别资料所要处理 要能够处理类别资料问题的 就要用这个第三个 叫做通用线性模型 那你们看到那个英文 好像也是只有差一个字 这个general叫一般 然后generalize的叫做通用 那有什么不一样 我就简单讲 我在导读影片有讲到的 一般线性模型 它的一变相的残差分布 都是必须要符合常态分布 那其实 然后这个通用线性模型 它的一变相残差分布 是你要用什么几率分布都可以 这也是为什么它叫通用的原因 那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选单的设定就知道 你们有看到这个 通用线性模型的选单一打开 上面有很多东西 你们都不知道要选什么 那基本上你们看到这个frequency 这一区 还有这个categorized dependent variable 这一区这三个 甚至包含那个custom model 这这里的几个选单 它们这每一个都是一个 几率分布的名字 其实除了这个nini之外 其他通通通都是 几率分布的名字 几率分布的名字 那这也是为什么 我的课 我一定要花一些时间 来跟大家在好好 不管是学习 还是重新学习几率的原因 那并且我谈的几率 也还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那通用线性模型的选单 如果打开来 你们应该会看到 它的那个上面 上面就没有让你去选那些 你要用什么几率分布的选单 那些选项 因为你如果用一般线性模型 你必须要确定 你的一变项的资料 样本分布是符合常态根 不然你就不能用 OK 那么究竟是哪一种线性模型比较好 还是老话一句 看你的研究问题 那现在类别资料 这一块 它就是刚好适合 用那个通用线性模型 原因很简单 类别资料 的一变项的几率模型 几乎都不大可能会符合常态根部 所以这才会需要用到 好 然后我在导图影片有提过 现在这个新版的Cloud 我录完影片后 这个云端版有更新了 这就是frequencies下面的 这一个log linear regression 它是一个通用线性模型 应该还不是通用线性模型 它应该还是一般线性模型 它是一般线性模型的样子 只是它是因为刚好是它是它是强 它是会把那个e变项取log 所以会得到接近那个通用线性模型的样子 然后那个requencies下面这个全都是一般线性模型 logistic regression这些全部都是 这个等一下我们就来看 对吧 对吧 对吧